画面上戴着眼镜的男子鬼鬼祟祟 一边划手机一边在提款机取款 而事实上他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新竹一名工程师 上个月网购一只500块的雨伞 没有想到诈骗集团拿到他的个资后 打电话给他以设定错误为由 要让他操作提款机取消设定 当天就被骗走了106万元 被骗的工程师发现不对劲后报警 但钱早就被盗领一空 没有想到嫌犯实随之位 隔天竟然又谎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的远警来电 谎称他们和银行联系过 骗工程师前一天汇出的款项是锁在加密账户里 要工程师把名下账户的款项全部转到加密账户之内 这样子才不会遭到冻结 而被害的工程师竟然也信以为真 把另外两个账户内62万的存款统统转出 连续两天一共被骗了168万 等到警方寻现逮捕车手 他的存款早就统统被提领一空 让受害的工程师痛批 只是要买一把500块的雨伞 最后却搞到连娶老婆的本都没有了 痛斥这些诈骗集团真的是可无知情